九州九州協會一九一九 市民銀行 為了幫助外套 增開女生家庭 特別跟便利商店合作 利用便利商店 散會配送的系統 加這些愛心的物資 可以讓他們坐便車散到外套 這個市民還有家用品 可以散到需要的民眾秋冬 今年是第一次 要散到朋友的市民 也有帶動的力道 今年七十三歲 住在朋友中府爺爬 三個學生有兩個貴心 一個在臺灣造型 太太是破壞都在臉城 他一個人住 每天要去安永醫照顧他媽 他說吃了之後 像每天都在臉城賓果人 為了太太安永輝他都欠不欠得用 先外貴了很辛苦 就到九州協會知道之後 上來愛心的物資 減輕它的生活壓力 在外套這麼多住宅家庭 因為物資比較欠缺 社會愛心的主館也比較少 生活過了都比本土的住宅民眾 也更辛苦 今年的目標是希望能夠 目到五萬零四百套的救助的這個協會的套餐 希望透過這些套餐能夠幫助全臺灣至少四千兩百戶的激難家庭跟弱勢家庭 基督教叫做協會在兩千塊十一年 成立一區一區十五間行 他也結合便利商店 上回優勢 跟愛心的物資送到臺灣 本來一個地方 現在他也跟這個愛 更大到外套還有很多地方 配合參與這項愛心協會的全家便利商店 不只讓愛心坐便車 外套的店員也沒條件來到三天 整理分中這些物資做四天 並且只要販三百塊 買愛心的套餐 這些食物要還有家裡要用的東西 就在眾人做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下 把這些東西送到需要的人出頭 記者綜合報導